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每天单独会主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我们今天来看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五到二十六节 洁净圣殿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里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其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 耶稣出城去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 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逼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在耶稣的适风生涯中 有两次接近圣殿 第一次是耶稣 开始服侍的时候 他来到圣殿当中 来接近圣殿 第二次是耶稣 在他结束他服侍的时候 最后一周 他来接近圣殿 两次都是犹太人的月节 耶稣进入到圣殿 看到圣殿的混乱 耶稣主动地去处理 圣殿里面的问题 我们从耶稣第一次 和第二次可以看到 耶稣非常重视圣殿 从他侍奉的开始 就是要结尽圣殿 到他侍奉的结束 依然还是要结尽圣殿 就像耶稣的意思一样 他要把他的百姓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耶稣要结尽人心灵的圣殿 我们看当时的人 都经过圣殿 但是没有任何人去管理处理 关于圣殿的问题 并且在几年前 耶稣洁净过一次 似乎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耶稣离开以后 没过多久 圣殿依然变成了原先的样式 我们看到耶稣 给犹太人一次机会 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的悔改 一定可以有一个新的复兴 可是犹太人还是不愿意悔改 并且对耶稣产生了仇恨 最终因着犹太人的刚硬 圣殿也在主后七十年被毁 其实如果 把前面的乌花果树 跟圣殿的事件放在一起 我们就更加的清楚 耶稣的用意了 耶稣透过咒诅乌花果树 让人们明白 需要悔改 如果不悔改 都要被审判 并且也指出人的自私自利 为了自己的欲望 把圣殿变成了买卖的地方 就像今天的教会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当中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中国大陆服饰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有很多的教会 也是为了求医治 有的人觉得教会的人比较好说话 可以在教会里面发展业务 特别是卖保险的 搞直销的 他们都特别的喜欢去教会 这些年也随着大陆的微商非常的流行 大家都在微信里面卖东西 同样 很多的弟兄姐妹也经不起试探 然后他们也卖东西 当然卖东西没有错误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情境就是 很多的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 也就是说聚会的日子 却变成了他们交易的日子 教会也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买卖的地方 更厉害的是牧者甚至也参与了微商这样的行列 在这里不是批评 这是错误的 而是人们的自私 很容易就把这些东西带入到教会 是教会变质 教会变成了满足所有人欲望的地方 教会被这样的欲望变成了交易市场 变成了俱乐部 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当中 关于买卖的东西 我们千万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一不小心 教会也就变成了社会 教会也变成了社会的菜市场 交易市场 这给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在北美这边同样 有些人来教会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教会是一个公开 比较有信誉的地方 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要透过教会 政府会比较相信是真实的 因此也有人为了想在美国获得宗教避难的申请 就主动地来到教会当中 想让教会帮忙证明 甚至我还听到有的教会 他们为了帮忙做证明 还明码标价 办一次 证明一次 多少钱 其实真正需要宗教避难的 其实是极少数的 真正被逼迫的 很多他们都没有来到美国 而是在中国大陆甘愿牺牲 舍命 与弟兄姐妹同受苦难 有很多的牧者住监牢 我知道有一位牧者 叫曹三强牧师 他是中国福音会的 差派的宣教士 他的妻子 早就是美国公民 但是他为了 在中缅边境的地方 能够服侍缅甸人 能够方便来往 他就坚持 还是以中国人的身份 在那边服侍 最后为了信仰的缘故 被抓起来 为主作奸 并且被判刑 前段时间 我也见到了 中国福音会的童工 也特别问了一下 关于曹牧师 在监狱的情况 也听到童工说 在里面非常的艰苦 并且身体也越来越差 每天监狱里面 在饮食上面 给的全是肥肉 非常的油腻 导致他的身体 也越来越糟糕 像曹牧师这样的 为主舍命 还有在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却在美国 看到了另外一个场景 很多的人 却利用这样的便利 满足自己的利益 我们看到 这两个方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甚至有听到 别的宗教 他们想申请 基督教的宗教避难 然后就去了教会 我还听到一位牧者 特别说到 在教会当中 有一名刚拿到身份的 就离开了教会 他说来教会 就是要办身份 现在已经得到了 就没有必要来教会了 其实牧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常常被利用 牧者有时候 也是因为 想要让教会的人数增长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也妥协了 结果没有守住底线 其实也是牧者的自私 因为牧者 逐渐也迷失了 只看中人数的增长 却没有看中生命的品质 还有很多的人 他们为了证明婚姻 也来到教会 教会给他们出局证明 证明婚姻的真实性 常常把教会当成了一个 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与利益的地方 当需要教会的时候 就来到教会 当不需要教会的时候 就不去聚会 因此教会在这方面 也需要特别的警醒 我们弟兄姐妹 与牧者同工 我们也要特别的警醒 免得被这样的事情 所迷惑 这样教会所吸引的人 往往会吸引一批 自我中心的人 不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人 如果大量的 自我的中心的人 涌进教会 教会一定会变质 因此我们需要 保守教会的圣洁 保守教会的纯正 耶稣是如何对待 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人呢 耶稣是把所有买卖 鸽子牛羊的人 都赶出去 也不许任何拿器具的人 经过圣殿 因为维护圣殿的圣洁 与纯正是多么的重要 耶稣并且特别的强调 圣殿是万国祷告的殿 也责备人们 把圣殿变成了贼窝了 因为变成了人们 欲望被满足的地方 耶稣也鼓励门徒 要凭着信心祷告 不要疑惑 一定上帝会成就 上帝不会去成就 人的自我中心 上帝要成就的祷告 是以他国度为中心的祷告 以上帝的国度为中心 也就是万国祷告的殿 不是个人自我中心的殿 其实我们看到 所有的宗教 都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殿 他们到了庙里面 就是为了要达到 他们个人的目的 而耶稣却强调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是万国祷告的殿 是国度性的圣殿 跨越了个人的自我中心 因此他鼓励门徒们 只管凭着信心祷告 不要疑惑 把圣殿看成 并且一定是 以祷告 以神的国度为中心的殿 这样的祷告 一定会成就 并且耶稣在最后 也特别的强调 要饶恕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 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祷告与饶恕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看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人们都自我中心的时候 教会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不合一 彼此争论 彼此纷争的地方 门徒们 自我中心的时候 他们开始彼此恼恨 如果没有饶恕 人们的祷告 也不是以国度为中心的祷告 也不是以万国祷告的心态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 因此耶稣说 祷告除了信心的祈祷以外 还需要饶恕的心 因为人们的自私 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破坏了 因此需要和好 恢复我们纯正的祷告心态 我也听到有些教会 他们为别人办身份 明码标价 然后听到这个教会里面 很多的纷争 甚至有分裂 有些人就拉一帮人出去 另外建了一个教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就是因为人们的自我中心 弟兄姐妹 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明白 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 是关于神国度的殿 不是满足自我中心的地方 在这里再次鼓励我们 多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教会要看重祷告 因为看重万国的祷告 是以国度性的祷告 这样才是神的教会 这样才是神的殿 愿教会的弟兄姐妹 与同工一同警醒 我们一同来维护 教会的圣洁 教会的存证 让我们一同来守望 不要让教会变成了 人们的欲望市场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 等候神 我们一同来守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